的隔离酒店 是不是很突然呢 有没有发现我好几天没更新现实动态 对,我回到马来西亚了 马来西亚的胃糖吧,我是在离你们很靠近哦 但是因为这次是因为其实 因为真的太想家人了 然后 我的妈咪他们也觉得 我一个人现在就是台湾 现在也不能去外面工作 然后就一直待在家嘛 然后也很担心就是 我一个人照照顾得到自己嘛 然后又一直吃外卖 所以就觉得 如果还可以回来就回来哦 所以就很突然的回来了 然后 然后我这几天我吃隔离酒店的食物 我都很开心 我都觉得很好吃 哈哈哈哈 可能太久没有趁马来西亚的餐 所以每一餐都能吃 就是每一天去看时间到了 哦,午餐时间要到 然后去等,等他按门铃 然后等那个人走了 然后我才会拿我的食物进来 我就很期待是什么 开心 对,宝贝在台湾 他在呃 房,呃,不 他在房 他在,他在,呃,宠物旅馆 就是那个北欧宠物旅馆 就是上次啊,呃 我不是,我上次不是有去一个 呃,一日保姆的那个影片 对吗 我就是把宝贝送去那个,那个旅馆 因为我觉得 首先因为我自己有去过 就是看过他们的环境 就觉得,呃 宝贝来的话应该很